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狐狸公子 他的右腿断了 所以导致他中场的时候 只能跳跃 只能一只脚挨地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只有狐狸公子的右腿断了 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还有一个蛋仔和狐狸公子一样 都是右腿断掉了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个蛋仔他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正常蛋仔 都是两个腿都可以着地的 并不会一个腿在空中 小伙伴们你们看 非常的正常 如果你的蛋仔也是两个腿行走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蹦蹦跳跳入场的 不只有狐狸公子 还有莱卡 但是莱卡在蹦蹦跳跳入场完毕以后 他的两个腿也都是挨着地的 那么蛋仔岛中 这个和狐狸公子一样 都断了右腿的蛋仔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 发现了这一颗蛋仔 他居然是小猪腰 你们看 他觉得和狐狸公子一样 都在蹦跳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另一条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蛋仔岛中的小猪腰 他居然和狐狸公子一样 他的右腿都是无法挨地的 很显然 那肯定和狐狸公子一样 那都是右腿断掉的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狐狸公子 他断掉了一只右腿 而小猪腰的右腿 其实也是断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